小朋友好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 国语练习部40页 读一读回答问题 一天晚上 老鼠们聚在一起开会 讨论怎么样才不会受到猫咪攻击 老鼠们一只只提出想法 却都被否决了 这时一只小小年纪的老鼠 突然跳起来 神气的说 我想到好办法了 在猫咪的脖子上绑一个铃铛 让它走路会发出叮当声 这样就可以提醒我们小心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很棒 鼓掌赞成 一只年长的老鼠慢慢的说 不过啊 谁要去猫咪脖子上绑铃铛呢 好我们看一下题目哦 第一题 老鼠们聚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情呢 一如何和猫咪当朋友 二如何躲开猫咪的攻击 三如何抢猫咪的食物 来我们看一下哦 他们在讨讨论什么 他们是不是讨论怎么样 才不会受到猫咪攻击哦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 二如何躲开猫咪的攻击 接下来第二题 小小年纪的老鼠提出办法时 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自信 二害羞 三严肃 我们看一下哦 这只小老鼠 他神气的说 我想到好办法了 表示他其实非常的有自信 那答案应该是一 接下来第三题 从年长的老鼠说的话 可看出他是只什么样的老鼠呢 一有毅力 二有胆量 三有智慧 他说的话表示他其实是一只很有智慧的老鼠 因为他看出来这个办法表面上很好 但其实还是有缺点有盲点的 接下来第四题 这个故事最适合下面哪一个题目呢 一小老鼠的好点字 二猫是老鼠的敌人 三谁帮猫咪绑铃铛 好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文章最后面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 谁要去猫咪脖子上绑铃铛呢 这个是这篇文章的关键 所以答案应该是三 谁帮猫咪绑铃铛 好那么国语练习步 40页就完成了哦